年庚瑶,清朝知名军事家,历经康熙,雍正两朝,他是雍正的小舅子,在九子夺敌中扶持雍正上位,平定青海之乱,前半生万事顺遂,也得到雍正偏爱,两人如交似妻,关系甚好,但年庚瑶逐渐鞠躬自傲,态度跋扈,形势铺张,在施政理念上也和雍正出现分歧,大有不把雍正放在眼里的作风,这让敏感的雍正心生忌惮,最终下旨次其自尽,终年47岁, 那雍正是否看在曾经的感情上宽戴年庚瑶的妻儿,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 欢迎订阅观看,年庚瑶是个官二代,他的父亲官至胡广总督,年庚瑶从小就走上了仕途,顺利考取近视,后又被康熙钦点为数级室,入汉林院,这时他才22岁,年少有为的年庚瑶被当时的重臣纳兰明珠看重, 为他介绍了两任妻子,给他带来了丰富的政治资源,第一任妻子纳兰氏是著名词人纳兰幸德的二女儿,也是诗书传家的文化人,年庚瑶虽然作为大将军而扬名,但他实际上出身近视,是文武双全的人才,两人相处融洽,可惜纳兰氏和他父亲一样身体孱弱。 莫过几年就去世,纳兰明珠为了维系因亲关系,又给他介绍了第二任妻子绝罗氏,亦是一位大家闺秀,年庚瑶出身汉族,不精通满文,为了确保君臣密哲的绝密性,绝罗氏经常帮助年庚瑶写一满文, 这件事连雍正都知道,是年庚瑶的贤内助,通过这两段婚姻,年庚瑶融入了纳兰明珠的殷亲家族,获得了丰富的人脉关系,纳兰明珠本身就出身贵族,他的众多儿女,孙子女联姻对象均为清代重要的宗室王公,与大多王室都保持着殷亲关系,年庚瑶与纳兰明珠结成殷亲关系,也就一脚踏入了富贵权利的圈子,年庚瑶本身条件不错,加上婚姻, 给他带来的政治资源,他一路高升,被提拔为四川巡抚,成为封疆大吏的时候,他才三十岁,之后没两年,康熙又将年庚瑶的妹妹赐婚,给当时还是四皇子的雍正,从此年庚瑶和雍正有了狼旧之意,年庚瑶与雍正的高田时期,从年庚瑶辅助雍正尚未开始,据说,当时年庚瑶在外牵制康熙十四子印之,确保其顺理登位, 其后,雍正不断给年庚瑶放权,让其带兵平定边疆之乱,对他寄予厚望,年庚瑶在青海战事上的胜利让雍正喜出望外,甚至称其为恩人,称两人为千古君臣,知欲榜样,然而仅仅一年多,年庚瑶就从风头无两的重臣沦为金下囚,被定了九十二项罪,主要的罪名是大不敬,大逆和侵瘫 年庚瑶被查下狱的导火索可能是行为处事过于飞扬跋扈,态度俱傲,但本质上还有贪赃枉法的纪律问题 封建制度下,君臣父子分明,阶级意识浓重,帝王的权威不容侵犯,年庚瑶也是近世出身,受过礼教熏陶,他这么行为处事,从根本上还是未对雍正存敬重之心,年庚瑶生平顺畅,没有遇到过大挫折,前期雍正给他的偏爱很多, 又和众多皇亲沾亲戴故,一番风顺养成的自信骄傲和强大的殷亲背景,让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特别的,行事作风没有收敛,让他失去了对政治红线最基础的判断,铁血柔情雍正,处置年庚瑶妻儿,飞鸟剑,梁工藏,狡兔死,走狗烹,古代帝王在政治搏杀中登位,大多养成了铁腕手段,冷酷无情的行事作风,对待罪臣全臣, 也大多是满门抄斩,年庚瑶态度巨傲轻慢,功高震主,按常理来看,也是全族途径的下场,然而年庚瑶近亲族人的处置结果,算是历代重罪权臣中比较好的,年庚瑶死时,正妻是绝罗氏,是皇家亲贵和雍正是同室宗亲,雍正下旨,让他回到娘家,年庚瑶之妻,系宗室之女, 这浅还母家去,作为皇室宗亲,他的余生应该不会太难过,年庚瑶有十一个儿子,在他死的时候有三个儿子承认,其他的都还是幼儿,在所有儿子中,雍正只下旨处死了他的二儿子,其余人基本没有受到牵连,年庚瑶的二儿子叫年妇,官至大理寺卿, 主管冤狱平反,性格形势和父亲相似,也正是因为这相似被雍正处死,为年妇居新形势,与年庚瑶同类,这立战,除了年妇被朱莲外,其余朱子年满十五岁的,派到广西云南去戍边,然而一年后,雍正帝又下旨赦免了年庚瑶全部儿子,交由其爷爷年侠陵,年庚瑶父亲,管教,此外,年庚瑶还有一个女儿受影响较大,诗书中没有留下他的名字, 只说他原本已经和山东衍生公孔玉琪的儿子定了亲,但因父亲获罪而被退婚,盛名不在,财力也没有退回,失去家族庇佑的他,凄苦一生,古代女儿大多依靠夫族父族,虽然雍正并未处置他,但父亲获罪,丈夫退婚在封建时代,已是极致打击,所以,史书中也单独记载,以表同情惋惜,雍正对年庚瑶妻儿的处理,可以说是有着帝王少有的仁慈,究极原因,可能有三, 一是,考虑年庚瑶曾经立下的功劳,且这些人对雍正的政权没有威胁,相比这些人,年庚瑶曾经提拔的部下就没有这样的宽带,基本都被处决,身在朝堂,对政权没有威胁是重要的考量标准, 二是,雍正是一个愿意听意见,能及时反思的人,当时名臣诸事上见,说年庚瑶父亲年老,且退休多年,多次在书信中劝勉年庚瑶勤勉国事,他与年庚瑶行事无关,雍正采纳了意见,雍正后来也反思这段关系。 说过宠之过甚,有以致之,这也说明雍正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是有同理心,仁慈的人,三是雍正念及和年妃,年庚瑶妹妹的感情, 虽然年庚瑶死前,年妃已经去世,但想到从皇子时就相知相守的感情,还是没对其家人下死守,点为作为曹操的侍卫队队长,武力过人,在进入曹操麾下前,点为就曾因武力惊人而出名,根据三国志点为传记载, 当时点为有一位友人刘氏,刘氏与另一位名为李勇的人有私仇,点为为有人名不平,遂计划为他报仇。 李勇曾经担任过官职,家中有着护卫多人,点为为了报仇,乔装打扮为正在等候别人的路人,等到李勇府邸开门,李勇走出大门后,点为当即手持戾气,上前刺杀李勇,刺杀李勇后,点为不慌不忙走出府邸,抄起刀戟而去,李勇所住之所靠近集市, 整个集市的人都被点为的行为所震惊,一时之间居然不知所措,虽然有数十人反应过来追赶点为,但却始终无一人敢于上前,点为行路四五里之后,与李勇的友人相遇,两人当即打在一起,最后的结果是点为脱身而去。 此后点为知名,便被豪杰之士所赏识,成为曹操麾下的一员后,点为数次杀敌有功,被曹操败为司马,在这期间,他与吕布的一战更是尽显个人风采,那是在公元194年,曹操和吕布在濮阳交战,吕布的部分部队驻扎在濮阳西面四五十里的地方,曹操得知后,决定夜袭,并于一日清晨顺利攻破。 然而不等曹操返回时,吕布便率领救兵赶道,还亲自上阵搏杀,双方战道日落十分不分胜负,曹操紧急招募能够突出重围的将领,点为应声出武,和其余数十人皆身穿盔甲。 不持盾牌,只持长矛迎敌,此时西面战情告急,点为突进杀敌,吕布军中发射弩箭,点为全然无视,向随从说道,敌人来到十步之内,再告诉我,片刻后,敌人杀至十步之内,点为又说,五步之内再告诉我,随从由于害怕,便立刻说道,敌军已至五步之内,点为当即手持十余之战绩,呼啸而起将战绩投向敌军,面前的敌人无不应声而道,随后翻身,上马奋战上马, 杀敌,吕布军中逐渐撤退,恰巧此时正是日暮,曹操在夜色的掩护下得以撤退而去,除去此战外,点为最为人熟知的。 莫过于晚成一战,那时曹操与张绣交战,曹操身陷阵中,损失惨重,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为了保护曹操逃亡,点为等人奋勇杀敌,史书记载道,点为在门前奋战,张绣军队不得入,点为手持长枪迎敌,一枪扫过,便使张绣军十余之长, 狼毛禁断,双方短兵交战时,点为用双臂夹住两名敌军将他们杀死,其余敌军揭聚而不赶上前,点为一身受重创,即便如此仍奋勇上前,杀敌数十人后,终因力竭寡步敌众而倒地,张绣军众方才赶上前,曹操得知点为战死后, 绰气不已,败点为之子,点满为郎中,司马,此后曹操的车队每逢经过相议都会祭奠他,点为的武力和英勇,都能够在三国的诸多武将中排的上号,前四直列,当有属于点为的一个位置,张辽的一生中最有名的战役,当属大败孙权一战,这场战役中,张辽仅凭七千人重,大败孙权的十万军队,使得孙权狠狠地丢了一次脸, 三国志张辽传记载,公元214年5月,曹操法武无功而返后,在离开合肥时,只给张辽留下了七千人马,张辽深知曹操的意图,认为孙权必定会趁着合肥空虚举兵进犯,便命人开凿用于藏匿战船的藏州谱,一年8月,孙权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,张辽深知敌众我寡,如果贸然领兵出击,绝不可能取胜,只有出其制胜, 张辽决定亲自带领一支队伍,趁着天刚亮,孙权军队还未有提防之心时,率先出击,这样一来就可以打击吴国军队的气焰,当夜。 张辽亲自带领八百将士,披甲持己,待天色刚亮之时,亲自率军冲锋,直接将吴国军队撕裂出一个漏洞,冲入吴国营地时,张辽一面高呼自己名号,一边手起刀落,斩敌人与马下,威风势不可挡,张辽率军一路猛攻, 一直冲杀到了孙权的帐下,孙权无奈之下,不得不逃跑到一处高地。